文青寶寶 文青寶寶 说你好 秦哥哥好 谢谢来看星星生日公演的小伙伴 还有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 耶 好晚期 谢谢 谢谢 好晚期 谢谢 好晚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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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我其实信心在我心里的人设就是 还是像第一年一样 她就是一个很保持那种本真的女孩子 对就是她从一开始 就是到现在我感觉都没有变过 就一直对我们很照顾 就是不管是她当不当队长的时候 她都对我们很照顾 然后当了队长之后她就更负责了 所以我觉得 而且每次她都是 总是喜欢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思考 比如说她如果是粉丝的事情 她不管是好事坏事 还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 然后她总喜欢就是先从自身找原因 她说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 所以就是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她永远找到的都是先从自身问题出发 然后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感觉能保持这样子的女孩子是很善良的那种 而且她就是是很温柔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像昨天Miu那样子 就是说上车的时候 然后她其实罚钱 我们晚了之后一般都会那个什么吧 然后欣欣就站在那里就说说 哎慢慢交钱了 然后就让人交得特别心甘情愿 然后她就是很好的 就是在她面前 今天的时候她也是为了准备生日工也忙了 真的是从上上的星期吧 我就一直就是只要路过舞蹈教室的时候 都会看到她在那里一个人不停地跳跳跳跳跳跳跳 然后练练练练练练练 然后今天也是准备了很多东西 但是有一点点小状况好像来晚了 然后我就看到她发火了 我特别开心 我说哇欣欣你发火了 我三年第一次见她发火 我就觉得感觉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我说哇她发火了发火了 然后但是我并不是在幸灾乐祸 我就是觉得很有新鲜感 就是这 从下次你迟到的话 我就用那个语气来跟你说一下 给你感受一下 而且她不会发火 别人一般就是很生气了 就是说你们怎么这么玩 怎么怎么样 然后欣欣说她明明很生气 一肚子忌 然后她说要你们干嘛呢 然后声音就又软下去了 特别好玩的那种 就是不会发脾气 然后也都处处很照顾人 我觉得这种女孩子 我就是特别喜欢的一种 对谢谢 谢谢 妈妈 谢谢 妈妈 大家好 就该这样